最后的春天,没有了大学的我,一切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结束了,比我原本以为的早,还要早了许多,以至于让我孩子般地正在了这里,满眼泪水,却有一脸茫然。 以前的我,总以为自己是个人间清醒,在失去这一切之前,就知道,会在7月5日的那个星期二与青春诀别,并为自己的先知先觉而自明得意。 然而,我还是失算了,大学,青春,在我猝不及访的时候,给了我一个猛烈的句号。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失去,也每时每刻都会彻底失去。 一个月之前,虽然我深知自己想要干些什么,但还不知道自己会干什么,又能干什么。 一个月之后,我却要抄起家伙,跳进生活的混战中。 虽然我的大学和文学作品,影视作品中的大学相去甚远,但它就是我经历的真实的青春。 我不想离开它,更不想如此仓促地离开。 如初所愿,我选择了一个靠近大学的公司,我需要那种感觉让自己好受一些。 我会夹杂在下课的人群中,到附近的大学食堂里吃饭。 我会努力地把自己想象成他们中的一员,觉得自己和他们有关。 我知道自己会坐在食堂的角落,一边低头默默地吃着口味陌生的饭菜,一边不经意地听到他们嫌弃眼前的生活。 我知道自己会听到男生们讨讨论班上的女孩。 我知道自己会默默地偷看坐在对面摔个旁边的那个长发女孩。 我知道自己会努力地在这个学校里交上几个朋友,和他们一起谈论我本就不喜欢的偶像剧,和他们一起抽烟,和他们一起喝酒,和他们一起坐在校园的栏杆上,欣赏面前飘过的姑娘。 我知道自己会把胡子挂得干干净净,生怕被别人发现我已经不再是个学生。 也许我还会早起夹杂在粗糙的队伍中,把大学的感觉延续。 也许我还会在人群中发现一个库斯菲尔的女孩。 也许我们还会成为朋友。 也许她也会喜欢我的漫画。 也许我们还会再次变得陌生,就像不认识对方一样,就像以往的每次一样。 我知道自己会时常手拿啤酒,蹲在这个陌生城市的街头,一边看着飞驰的车辆和步伐匆匆的人群,一边将自己灌醉。 我知道自己会在许微的歌声中,记录下自己走过的风景, 虚导出内饰的心情,用文字和画笔把青春的故事温柔地描摸。 这就是此刻我目里所及的生活。